今晚是大年初辦 我們的有緣康問飯 請來兩位嘉賓 這兩位嘉賓是跟阿博平輩的 不是吧, 他們兩位是前輩 不是說背脊的背 他們是輪子輩 這樣也能說得通 我們真的請兩位嘉賓出來了 其中一位出名, 很富貴 有幾百億身家, 赤馬凱倫 另一位是出名女孩子的愛妻號 張達倫 有請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恭喜大家日日開開心心, 身體健康 祝大家事業發財, 家庭美滿 太好了, 恭喜… 謝謝… 真的, 歷時師… 辛苦了 謝謝… 請坐… 歷時師傅很開心 今天晨星師傅 特別請我們去大廚 跟我們安排了個全我宴 所謂我呃呃呃曲漢向天歌 百霧浮綠水, 紅掌撥青波 原來我很有玄機 不要緊, 我要看看Benny大廚 看看外面有甚麼好東西 是嗎? 是 今天為大家準備一個全我宴 有一個露水鵝的大拼盤 豉油鵝腸 還有甘圓鵝肉鬚 現在為大家準備一個 就是鵝紅三千斤 漂亮 大廚正在準備菜式時 然後晨星師傅說跟我們玩測字 是嗎? 當然 我準備好了 一起玩吧 好, 一起 來… 晨星師傅, 那個測字應該怎樣玩 其實基本上, 測字是用自己的念力 想求的事, 然後寫字 重點在於寫字出來的結果 或者當時的情況 配合一個分析, 就可以預測未來 字的好壞, 或者受不受氣 其實都會看到一個人的福氣 好像宋朝皇帝的壽金體 曾經被人俘虜 黃禧之是一個貴氣的字 所以福壽也好 所以其實這個 亦是出自於看筆法去看人 怎樣 寫英文字可以嗎 英文字… 其實英文也有它的寫法 那麼重要 因為它的形態 上下撇辣 其實跟測字的本意 可以一起去解定 我們兩位嘉賓用中文字吧 好嗎 我們想著那個問題 就寫一個字出來 對… 有一隻 Helen媽真是… 不怪你幾百億的身家 字那麼漂亮 好 我已經知道達人想問甚麼 有女兒有兒子 沒錯 基本上, 字是今年合太歲 似乎你不只準備事業發展 還準備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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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過你要留意 因為整體上 現在還是一個轉換時間 即是鼠年到牛年的開始 寒氣未消 小朋友白焰就要小心點 但球丁應該也順利 白天 正常 來… 好…師傅,看我那個 好,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 事業不是吧 或者投資方面,今年行不行 這個字其實是主字的開始 即是主張 穴代表女性 旁邊有競爭或爭氣的爭字 即是女主人要爭一口氣 要證明自己右眼光 而做一些決定 我想投資應該… 下半年應該挺理想的 你這次作主了 是… 叫你正經地贊,不要告訴人 所以你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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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全港營準備得差不多了 我們要開餐了 好… 好客氣,起筷… 起筷… 你們吃的時候,我跟你們說一下 你選擇食物,譬如鴨的時候 在鴨不同的部位都可以想想占卜的 其實在液經上面 人的五虎六狀,七情六辱 都可以代入五行和卦里占卜 所以你夾鵨的時候 可能已經反映了部位 可以推測你問的事 大倫在吃了 Helen姐,你想問什麼呢? 我想問身體事業 你首先夾了一件鵝胸 鵝胸本身是肉,其實是熟土 而乾原來的部位是熟木的 土在木上生,但現時是春天 春天草木未是生亡之時 即是說,你有可能去年是停滯了不前 未有一個叫做方案 但是,應該接下來到夏天、秋天 應該會有一個結果 特別是秋天 事業運氣就最好了 因為木、黑、桃為財星 所以應該可以帶動財運也不錯 即是下半年? 對,下半年 好… 好… 你看,他有這麼大的腿 一定有圓機,他有這麼大的腿 不是,不能吃吧? 去腿 我看見博首先吃了鵝腸 接著吃鵝肝,接著吃鵝腿 其實連續有兩卦 第一卦,鵝腸是金 因為原來人的腸代表甘甘 鵝肝是木 甘木有雙刻之障 人際上可能有些和乞的問題 就要適當處理 不過你財運挺好 因為肝是熟木 而吃鵝腿又是代表鎮 因為你拿著支撐的廚 其實基本上是德財 雖然有些人事不和和爭執 不過你的食相挺有福氣 那不用理會了 我只是有食神 我吃了這個鵝… 是不是胸肉? 是什麼? 會穿 可能近鵝頸的位置 鵝頸的位置 有什麼運程? 其實鵝頸應該屬甘 因為肺也是屬甘 代表呼吸、代表氣 一般來說真的代表唱歌 今年是新丑年 今年是新丑年 你只是計算一件 即是今年… 嘉賢姐 你可以想想廣告宣傳和唱歌的表演 今年應該會多旺 有關於這方面的節目嗎 當然有 留校經典五十年 記不住做這件事 記不住 師傅…我很想問一下 我剛才吃這塊 對,我先夾這塊 然後再夾一個胸肉 剛才會怎樣? 真的有點反過來 因為先夾了乾 乾是熟木的 上面夾了胸肉 是土 其實好像是土埋著木 它還未能發芽出來 是一個滯爪 即是在工作上有待時機 味道是一個好的時候 不過你可以留意身邊有貴人 例如很花頭的 例如木字邊的 我… 沒有… 我做花頭 我做花頭 有,我瘦木 我周圍都有,三個 周圍都有 三個都用你 師傅,還有我 我夾鵝腸 然後我夾了肉 鵝腸是屬甘 其實胸肉是屬肚的 這是肚重而賣甘 現在是春天開始 其實甘被所有植物 吸乾了礦物的泥土 所以這個是潛伏 好像藏寶 要等到秋天下葉之後 才可以得到回報 即是現時是一個有待機會 有待時機 你問什麼? 事業 但我想說,和我計劃的一模一樣 是嗎… 那就中了,答應了 中了 恭喜你 謝謝你 謝謝 師傅,我又想問一下 這個甘元寶蘇有什麼玄機 這個真的有段故 其實加硬就代表我 在風水上 如果有些動物 因為它靈感重 而寄居在你家裡 就代表一些旺氣和富貴 就像這個 豬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航口直陽邪 夾來看看是甚麼 舊是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是一個燕窩鬚 燕窩 畫些雞,畫些雞 燕窩 謝謝… 是福氣料 它的衣服在哪個地方 其實都是在哪個地方發負貴 所以你看看家燕姐的燕子 真的有甚麼都說 有富貴 真的很富貴 所以我們新年吃過燕子鬚 都是幫我們走運 希望你要拍拖 就有戶好人家 好 對 對, 家裡的房子 這個燕窩鬚不止過年過節吃 我每天都吃 今天謝謝Helen媽 謝謝達倫 謝謝程仁師傅 謝謝… 在這裡祝大家 富貴, 富貴... 富貴有寓 …教授 salud同課 富貴有寓, weakened aufежду 富貴有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